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ABC 各位观众,想知道我们就讲到兴奋的时候 就讲到美元翻身法 到底斯坤,这次美元跌到这样的谷底 Death to GDP Ratio,百多个percent 而且联邦政府连年都舍水 近几年还要舍得更加多 它有什么方法可以咸鱼翻山呢? 好了,你也知道美国是很有创意的国家 既然上集都分析过传统的客轨方法 可能都未必有效 那怎样令美元回复强势呢?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现在是耶伦底 这个财政部 其实呢,虽然美国结构上很不行 但可能都会挣扎的 直线车到底变廢子 只要买金银,然后美元变廢子 听外星人这么说 未必是这样的剧本 好了,其实有办法呢,一朝翻山的 嗯 是啊 是啊 大家知道了 由于这个赤子大局的赤子币这么不行 我们中央市场都减持了 那现在呢,应该剩下1万亿左右 就是这样的联储债券 是不是? 那但是呢,其实呢 外汇储备有3万亿美金 只是3分之1去到 去到这个买联储局的债券 好了,那之前的人说 嘿,那我就不还给中央市场了 那这样 但是其实呢,这个数是杯水车身 为什么呢? 因为啊 那就算了 不还要给中央市场 中央市场呢 拿着联储局的 不是拿着这个赤子大局的债券 只不过占3点多%的 就是全数 是啊 这个呢 A军又有少少资料提供 现在呢 这个赤子大局的Trisley 大约27万亿左右 26到27万亿之间 那这个呢 中央市场拿着大概1万亿左右 简单说 你除了1万亿 除了26到27 其实是3点多%而已 已经在街上 除了联储局之外 拿着最多 USTrisley的一个地方 不过现在如果拿着最多 Single Institute A军又恐慌了 那个就是米联储了 是啊 那呢 随着那些人呢 对这个赤子币的信心 一路减弱 可能呢 新发行的 债券又不买了 政策债券又不买了 那这个呢 联储局局越剩越多 那现在好像数字上呢 联储局拿着呢 美国政策债券 大概20% 都是联储局拿的 你没有想过 其实有一天 可以联储局 加着美国财政部的债券 一百欧销呢 这么多 又是 右手 财政部 发债 左手 联储局 买了 是不是呢 那如果 太多人 要 杀在联储局 不如一筆勾销 那无端端财赤 是不是会消失 你会想过啊 哇 这个真是终极为威威啊 钱又里印的 那现在呢 A军有少少 Additional Information 就讲讲呢 这个呢 赤子币 那个叫 Money Relation System 那其实呢 就很简单的 这样讲了 假设 赤子大国 要现金 那呢 他就呢 财政部 就印些债券出来 然后呢 就在街上买的 街上买的 可以是中国政府买啊 可以是日本政府买啊 也可以是普通的券商 大投资者去买的 总之 他们就贴啦 贴完之后 剩下那一套呢 就轮到呢 这个联储局 这样呢 就去买起那些债券去了 而联储局 憑什么去买呢 讀自己的秘诺 说自己是联储局 然后就用联储局 再开一张债券了 这样就已经可以买了 这个赤子大国的Tressley了 要那张债呢 简单点 就是USDollar 就是我们现在拿着那些美金 于是乎就製造了 liquidity出来 即是到街都是钱 这个机制呢 其实如果是金本位呢 A军都觉得是相对合适的 毕竟是政府要借钱 在街上卖国债 你真金白银拿着钱来买的 就卖给你了 但是今时今日 联储局都不是用真金白银去买个债 这件事就真的非常之特别了 是啊 你想一下 如果呢 我当些美债很多人都厌户 不要它了 搞到联储局拿到债券成一半 无端端就可以将它取消 那你想一下呢 那些利息上回一倍 政府都顶得顺了 是不是当场嚇死了 如果你是投资者 想着美金变廢子 谁知道被他一个不美十 倒转头夹起来 好了 所以呢 变途的手法都是层出不同 正所谓偏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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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 没关系啊 我们就看一下 那这位仁兄很明显做Bitcoin购物是发达的 他是什么 是香港Bitcoin交易实体店的商人 那这位仁兄呢 他赚了Bitcoin的钱他做什么 接着 哇 竟然是想去买实物啊 是啊 所以你看一下 人家这样赚了钱呢 到最终都是跑马地买一层豪渣 这个豪渣是什么呢 这个豪渣是文辉 文辉我有看过 是啊 那个独裁很大 喂 他不是说什么国安法要着草的吗 口那里就叫人着草 自己就在那买楼啊 是啊 他想象中会着草而已 人家那么多钱身家都没着草 不过有些人觉得你要着草 是不是 这么有型啊 哇 真是这招真是终极阴你了 阴到那些小黄人全部都飞出来 然后你那层楼就被他卖了 哎呀 你说到最后谁是赢家呢 哈哈哈 如果 那是 你讲开这样又说 如果你知道中央市场的疲声 哦 很多人呢 就害怕这个国安法疑问 接着呢 卷了些钱走 接着香港变成这个死地了 你觉得中央市场呢 觉得这样的结果是怎样的 神经病的 我不断放宽了 等内地的新香港人下来啊 那就已经可以买起了你香岛了 是 还有啊 内地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下来 你不要跟我说香岛有多自由啊 那些是重要的 但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是 金钱隐忧啊 什么叫金钱隐忍呢 哎呀 很简单 香港低税嘛 是啊 低税 那虽然说呢 我记得有个网友问的 哎呀 不是呢 内地债住的香港人员呢 他香港交了低税之后 要补回内地的差颜 我之前有这样的条例出过 但是呢 你们真是有所不知了 那些高层 可能在香港都出很少薪金而已 你知道那些高层来到香港主要是 是吃阿公的 可能又住一间跑马车的 然后又用阿公的 又不是一间百多亿的别墅啊 接着呢 又会有这个线石津贴啊 又出了司机啊 那些都没有现金交手 全部finish benefits 目的就是为了必需啊 是啊 很多方法的 你都知道中国人很聪明的 不会这么做的 你放心吧 这件事是绝对搞得定的 好了 所以呢 其实呢 这个呢 这样的乱世呢 似乎呢 这个实物资产呢 都是不可以忽视的了 当然了 你学得啊 这个钢铁核 那几十亿身家就不说这些了 几十亿身家很难处理的 放在砖头上很难的 但是呢 作为一般的市民呢 如果呢 如果呢 有幸呢 可以多层楼收租呢 那我就打算分享一下一些 亲身的经历 是 就是这样了 那当然呢 大家如果之前跟开我们的地产方面的故事呢 我们的想法啊 这个本难的想法呢 其实主要是围着这些甲级商下来买的 那些这样的收到单位 如果可以的话 那另外呢 其实呢 有几个想法的 在这个物业收捉 第一呢 就跟这宗新闻有关的 咦 是什么呢 这宗新闻呢 就是之前呢 有一个痛口味的新闻 哎呀 有件这样的事 好恐怖啊 血肉毛放在头版上去图 是的 但是 今天的头版是伦常的惨剧啊 哈哈哈哈 是的 但是呢 你都知道呢 我们的 就是这些新闻 对于我们赚钱没什么关系的 所以他死了就算了 不要理他了 就算了 揭了就算了 但是我看到这个标题啊 咦 我看到这个厕纸板 不是厕纸板 那我就看看了 喂 有个问题 我以为你是那家大学出来 但是我又知道你不是那家大学 那你看你干什么呢 哈哈哈哈 喂 因为呢 我对于这个物业的新闻 是很敏感的 是 这个是跟楼有关 这个很重要的概念了 我之前也想过和大家分享 就是这件事情 那当然就说两夫妻争执了 最后就把老婆弄倒了 最后就把老婆弄倒了 不过事前呢 有一个小插曲 就是那儿子呢 那房子的厕所 那板呢 就被妈妈换了 被租客 那样 那用那旧厕纸板 就转到那儿子的厕所里 KOL说呢 我们收租当然买更便宜 那就是最便宜越好 接着收租就立刻就有这个价格 那这个呢 和我的做法是有些不同的 这个案例也有一些违背的 为什么呢 有些 那样东西就是 会令到你家里家产人亡 因为那块巧克力 哈哈哈哈 那块厕所板 是吧 因为其实呢 我们譬如自己 管理自己的财政 我们可以省钱 哎呀 那些水喉山手也有照用 是不是呢 那些结局 又发了一些 青铜秀 那些都可以 你可以克服自己 但是租客就不同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给了你每个月的租金 他就没有了 所以 他用了 是啊 他用了 所以租房子的人 其实是一些享受 享用 所以呢 所以呢 你给他一些好的设施 装修得漂亮漂亮的 厕所又新正 那样呢 其实呢 是会变成多些的收入 高些的租金收入 此其一了 就真的会发生到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你投资层口 可能比成几百万 甚至一千万 才开始收到 一万多元的月租 是不是 但是呢 你只要回二十多三十万的 钱去装修呢 又收多二三千元的了 咦 哇 这个投资又多高性价比 这个投资又 所以你想一条数 要这样想的 其实 要拿他的心理 心态 而另外呢 这个装修材 那当然 可以让你租金多到千多元之外 千多元就一定可以的 如果二三千元就要合心水了 你又配合租客 而另外呢 其实会令你层樓呢 空转的时间会缩短的 咦 这件事差几个月都差很远了吧 是啊 你快租一个月 其实每个月多一千元的 分一千多元的 快租 如果你丟空两个月的损失 就无法估计的了 所以呢 其实呢 这个装修的企理呢 是令到整个物业呢 整体是这个价值提升的 你的收入都会增加的 所以这个呢 这个呢 收租单位呢 就是 我都不能够受它的收入宣纳 因为这些考虑的时候 所以 有一个小问题呢 就是张副教授呢 就是他这样呢 将个巧克力的厕所把握 拿回给儿子用呢 其实是对的 其实他们明白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看其实有个故事内容呢 他和他老婆有五个收租物业的 就是一个有经验的收租人来的 就是说 是 所以他反而就黑博自己的儿子 就找他又脱色又脱脱脱脱脱的 似乎拿回给儿子 就把一个漂亮的换给租客 不过是好心买那个人 就是说 始终都是那句 你是可以黑博自己省 你明白吗 但是你其实呢 黑博不了租客的事情 哎呀 所以他的数据呢 就算过了 如果他不是算过了那么低的话呢 其实呢 就是一个大赢家来的 你二三百元 买个新的就可以了 很漂亮了 哎呀 我们除了说一句呢 非常抱歉之外呢 我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所以大家 算数呢 千万不要算到那么准 是啊 其实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 你的输赢不是欠了一百多十元 或者咬着潮州 死都要收那个数了 减一千元都不租出去 那你自己用来衰的 基本上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租 租没 每个月的租金呢 是这个 perisible goods 不负冷的 什么意思呢 你这个月租不出 那没有啊 不能收入 那这个月就没有了 那面对这些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基本上呢 便宜些租出去呢 都好些的 因为你懂得计算吧 每个月呢 就差了千多元的了 一分钟啊 一千多二千元 似乎你收到二万元 三万元啊 四万元一个月的单位 所以就是这样的情况了 而另外呢 另外呢 就有一些个的看法 哎呀 千万不要买旧楼啊 为什么呀 又三宙呢 又密质啦 又什么呢 又没有昏贫啦 好了 那这件事怎样呢 其实呢 嗯 嗯 是 你会怎么想呢 不然会怎么想呢 甚至乎呢 旧楼是怎样的 有什么特别呢 除了寫旧之外 旧楼之外 旧楼的道路 通常呢 旧楼呢 其实有一些挺特别的东西的 就是A君住开那区就知道了 旧楼虽然多 但是其实location是挺好的 是啊 因为是道理来的嘛 你这个新区发展 当然是建了最方便了 最方便的地方 建了楼先啦 最方便的地方 起好了 没有位置一路擠出去的嘛 所以越擠就越加涉 那意思 是 完全理解 完全理解 所以呢 大家回心一想呢 譬如呢 九龙区最旺的 当然是旺角啦 你一望旺角 哪有新头的 全部是七层高堂楼来的 是啊 就是这样的情况了 但是呢 又牵涉到另一样东西了 就是呢 有时候呢 有人就说 哎呀 你买这个单他又不好啊 他就来装修外墙的了 可能到时呢 十几二十万都搞不定啊 做了几年了 但是这个A军就有点提供啊 因为A军呢 都曾经 化身做一个外援 去帮人打走那些 违标客的 哇 有这样的事 是啊 找人跟你分享一下 是啊 但是呢 我个人的经验呢 其实呢 有得翻身呢 走完翻身的时候呢 是有些损失的 譬如什么 譬如呢 整个大厦脱了棚架嘛 那些租客家也不喜欢 我们讲过了 交租是享受来的嘛 夹着棚架 又没有风景 又是吵到叭叭叭 那些租客家也不喜欢啦 要不便宜很多 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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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高 那这个呢 其实呢 是根本已经在收入了 但是一般来说呢 你呢 原来给了那个外卦 收到副之后呢 那帕子就完成了 以后呢 一般来说呢 十几二十多%都不出气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大家可以试装修外卦是一个机会来的 因为人家会便宜给你嘛 有爆升的空间 还有啊 刚才说过啦 那些租客对于装修来说 是一个享受来的嘛 你就算肯扔钱到那单位 但是外卦那天可以 那你知道他们招呼朋友 都不太合气了 又没什么面子了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呢 就是对于你的物业增值就更大了 所以呢 其实呢 你只要不是遇到那些维标式啊 想着最后屈你几十亿啊 然后都搞不定的工程呢 其实呢 一般的面子啊 和你弄漂亮了个面子啊 其实就等同 你当自己是个女人 有什么样子 有别人考低价嘛 但是要有效率 那扔掉你的银子啊 是啊 不过呢 是的 正如刚才呢 你们看到的新闻呢 这个Bitcoin 有交易 最后都买了熊窄啊 是不是 那呢 其实我也看到一些现象的 就是发现呢 在一些好卫区 在中环 在半山区呢 一些新的大厦落成呢 其实呢 很多发展商呢 都不买的 只是公司的而已 就是 其实这个现象在中环山 和西环山都很流行 就是发现了重心理 为什么没有留款广告呢 因为它整核都不买 所以大家知道呢 就是你当然听别人说 哎呀 那些人呢 原来要买了 那就是一个现象 但是也都有呢 很多发展商其实是不买的 但是还有一个呢 很重要的指标 知不知道是什么呢 什么指标呢 那些指标呢 长江投了地 你有没有留意啊 哦 长江实业呢 很久没有投过地 中了标 但是呢 最近呢 中了一个标 大家留意了 回回回 proof 哎呀 傳说中啊 成哥呢 就是啊 都是2019年的时候子 其中一个新一件事 就是一个推手 跟着那些小黄人说闪 但是他今天又回回最后 哎呦 真是大戶和散戶的想法是很不同的 是啊 很不同的 他做的交易有時賺錢有時不賺錢 其實當中有一些巧妙在裡面的 就是他做的事情不是你看到這麼簡單的 但我就言盡於此 因為我有研究過他做的買賣 基本上你看回那些新聞 看我能不能回到那條新聞出來 聯儲局就是怕死人家說 留意聯儲局就不和耶倫這次 他說美國經濟這麼慢 我們刺激經濟的措施大大都有 這些其實是聯儲局的立場 但是耶倫現在就由之前的聯儲局 轉了去財政部 他們態度是不一樣的 大家要留意了 那麼我們今天的分享應該就差不多了 是啊 今次已經說了 聯儲局是創意的方法 以致是買樓秘笈 今次真是新增頭大把東西落袋 所以聽著我們港電台 沒有窮人呢 耶 耶 叭叭